一个人的名字很重要 一般的中国人都不敢直接叫爸爸的名字 因为父亲是尊严的 以色列人不敢称呼上帝的名字 因为上帝是神圣的 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说 愿人都尊负的名为圣 这个是主土民中第一个愿望 证明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是多么重要 首先上帝的名字是有能力的 上帝的名字代表祂的本性 当上帝向摩西启示祂的名字的时候 我是 或者翻译成我是自由永有 上帝是全能永在的 所以基督徒的聚会是奉上帝的名字 祈祷亦都是奉主的名 上帝最大的能力是创造宇宙和救赎人类 当世人犯罪 上帝就猜显祂的独生子来世界上 救赎人类脱离罪恶死亡 圣经里面又说 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我们亦都可以靠主的名 使疾病得医治 另一方面 因为上帝的名字是圣洁的 我们需要紧守警醒 过伟生圣洁的生活 因为非圣洁 没有人能见主 尊天父的名为圣 不单止在祷告里面 亦都要在生活行为上 荣耀上帝 我们一起同心祈祷 永生寸流的天父 我赞美你 因为你按你的形象做我 但是因为我犯罪 亏损你的荣耀 感谢你救赎我 脱离罪恶 求你使我在思想上成结 在言议上信实 在工作上忠诚 对人诚实 活出你圣洁的样式 不会令你的名受损 时时记住 自己是天父的义女 在生活言议上 传扬你圣洁的名 都尊你的名为圣 圣洁的天父 求你按你大能的名 医治我 和我周围的人 又赐下平安 使我们的国家 以你为涉帝 蒙你恩友 慈福 祈祷奉主耶稣基督 圣名 阿门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